人到晚年 很多人早早就为自己存下养老的钱 已被不时之需 万一以后生病了 存下的积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如果把钱存在银行 那万一老人真的病得意识不清 想把钱取出来也是非常难的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实在不行就把钱放在子女手里 这样自己生病了 就让子女全权负责 自己也落得轻松 但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社会 虽然孝顺的子女占大多数 但还是有一些不孝顺的子女 不仅对老人的健康不关心 甚至还要去惦记老人那点保命钱 而且现在的老人几乎都有好几个子女 即使子女都孝顺 那把钱交给哪个子女 也是个问题 对于这种情况 就有老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75岁秦大爷的做法就非常的锐智 用自己独特的方法 使自己的积蓄可以得到妥善的保管 非常的安心 秦大爷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一起听听她的字数 我今年75岁 有两儿一女 转眼间退休15年了 这些年来 我给自己存了不少养老钱 我年轻的时候 在一家公司工作 我们公司的工资还不错 我工资也不低 另外 我妻子也跟我在同一家公司 她的工资也不少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夫妻两人攒了不少钱 我们有80多万的养老基金 名下有两套房子 之前买的第一套 现在虽然是老房子了 但是周边设施和交通都很好 绿化也很多 我们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 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所以没有搬到新买的房子 那栋新房子 是我和妻子六年前买的 当时觉得那里挺好的 各方面都让我们俩特别满意 就拿出一部分养老钱买了它 反正房子购买后可以升值 以后也不吃亏 比放银行好多了 房子买下来后 我们的儿子女儿都动了心思 想把这套房子占为己有 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 他们兄妹买房的时候 我和妻子都补贴了不少 他们家的房子够住 而且我自己留着 也能有多重保障 然而 由于我和妻子不喜欢 住在新房子那里 所以最后把房子 租给了一个老朋友 每月可以得到三千元的租金 我们对此相当满意 反正房子是空着的 租给别人 我们还能有个收入 我们是要自己养老的 不想去儿女家看他们的脸色 我觉得住在自己家里更舒服 孩子们也很高兴 我们能有这个想法 毕竟他们不想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手里有这么多养老钱 就算不去儿女家 也一定能把自己的晚年经营好 退休后的这些年 我和妻子过得相当舒适 因为我们从来不缺钱 我们通常随心所欲的生活 经常到处旅行 身边的老朋友都很羡慕 我们能活得这么潇洒 我们对自己的晚年很满足 但是去年 我妻子出门买菜时 被车撞了 因为失血过多 加上年纪太大 送到医院时已经无法恢复 我和妻子永远分开了 心里真的很痛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妻子会以这种方式离开我 我一直以为她可以陪我很久 她走得太突然了 我们俩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说 我抑郁了很久 后来生病了 好长时间才回复 等我好了以后 孩子说要把我接过来照顾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我还是希望自己晚年 能住在这个熟悉的家里 当我的孩子们看到我拒绝时 他们提出帮我保管我的养老金 他们还说我现在精神不太好 人容易忘事 万一哪天把存折密码全忘了呢 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 据我所知 我们小区有个高老头 不愿意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养老钱 后来高老头突发疾病去世 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高老头的孩子们 花了很大力气 才得到这笔钱 所以高老头最终还是被抱怨了 想想 妻子的突然离世 和高老头的情况 我也担心自己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想了几天 还是觉得 应该把钱交给孩子保管 但是真的不知道 是儿子保管好还是女儿保管好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我去儿女家轮流养老一段时间 每家住半年 看他们哪个更适合我 我就给哪个 我的孩子不知道我的想法 但是听说 我要去他们家养老 就同意了 我先去了大儿子家 我知道大媳妇是个小气的人 平时谁也占不了他的便宜 所以我不想听她抱怨我 就主动拿出 每个月有三千块钱房租的那张卡 给了大儿媳 告诉他们 这是我一个月给三千块的生活费 我大媳妇听到我这么说 很开心 也很满意 那段时间 她真的带我无话可说 把我照顾得恰到好处 真的很孝顺 但是后来发现 大儿媳妇老是想找我要钱 经常跟我抱怨他们家不容易 说两个孙子读书要花好多钱 彩礼和婚房都没准备好 让我给他们补贴钱 后来在大儿子家的生活 真的是一言难尽 这也让我明白 大儿子和他老婆都不靠谱 如果我真的把我的养老钱给了他们 那就进了他们的口袋 是他们的了 我再也拿不回来了 但为了公平起见 我还是要去小儿子家住的 小儿子家里条件就一般了 因为之前做生意亏了 所以这几年挣的钱全部还了债 现在住的也是老小区 而且生活质量也比较差 其实 我之前就对小儿子印象不好 因为他以前 总找我要钱投资 几乎每次都会赔钱 后来我和他大吵一架 甚至说出要断绝父子关系 从那以后 他就成长了 再也不肯老了 但看着小儿子现在生活这么苦 我还是挺心疼的 我的固有思想 就是小儿子不成熟 不如大儿子稳重 但是当我真的搬到小儿子家里后 却发现小儿子其实也有他的优点 虽然他没有大儿子那么失业有成 但他的人缘很好 有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 而且都是讲义气的好兄弟 他们也都愿意帮助小儿子 最近他们在合伙开一个直播公司 我也不太懂 但看起来挺高端的 小儿子虽然没什么大钱 但对我也是真的好 我平时在小儿子家 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 在家无聊了 就去公园六湾 家里脏了乱了小儿子 也不责怪我 而是默默地收拾 儿媳每天忙着上班 家里的饭菜都是小儿子做的 虽然他家经济紧张 但小儿子每顿饭 还是保证有一碗肉菜 他自己都没新衣服穿 却舍得给我买大几百的皮带 我只是简单地感冒 吃点药就好了 可小儿子却非常焦急 非要让我去大医院看 这些举动都让我很感动 我刚来时 就把三千块钱的卡 交给了二儿媳 可他们夫妻俩却不要 说这是我的养老钱 他们要不得 我说我来这里住 就得花钱 我不想加重你们的负担 可儿媳却说 爸呀 善养你是我们做子女应该的 哪有负担之说呀 可是我很固执 就使劲地把钱交给他们 二儿媳见我这么执着 就收下了 我以为二儿媳会和大儿媳一样 见钱眼开 拿到钱就到处挥霍 但是我发现他并没有 每天都好吃好喝招待我 一到周末还会带我去自驾游 或下馆子 每两个月儿子都会带我去做常规身体检查 很是用心 我平时出门走远了 二儿子还会特意开车来接我 而且我也发现 我几次去医院买药 都是他们主动拿钱 从来不跟我要钱 也不谈花钱多了少了的问题 这点和大儿媳相比 真是天壤之别 要是换做大儿媳 我去医院花的钱 早就跟我叨叨了 渐渐地我发觉 二儿子和二儿媳是真心孝顺我的 不但不会跟我开口要钱 而且对我的态度 也没有怎么改变过 一直都很好 即使我经常有病痛很麻烦 他们夫妻俩也不会嫌我烦 尽心尽力地伺候我 在二儿子家住的时间一到 我就去了女儿家 我在小女儿家的生活 也不是那么如意 小女儿对我很好 但是女婿对我很有意见 她总觉得 我补贴给两个儿子 买房子的钱多 所以经常让我拿钱出来 给他们家 而且我女婿也不尊重我 吃饭她一般不会先叫我 有时候女儿给我买东西 她也会不高兴 女儿是很好的 但是有这样的女婿是不行的 现在我基本上明白了 把自己的养老钱 交给大儿子和女儿一家 我是不放心的 如果我真的给了他们 那养老的钱肯定与我无关了 小儿子一家不错 是可以托付的 但是小儿子正在事业上升期 太忙了 看到他们三家的真面目后 我回自己家住了 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我要自己养活自己 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 头脑也清楚 能照顾好自己 等我老了 身体变差了 我会请个保姆照顾我的生活 这样我就能过得舒服 也不用看孩子的脸色了 对于养老的钱 我觉得目前还是自己保管比较好 但是为了防止意外 我现在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我把存折和密码 都存到了一个锁着的箱子里 里面写着一封信 告诉孩子们 我百年后如何分配财产 一点一滴都写得特别清楚 万一我突发疾病去世 我的财产 孩子们会及时知道 不会惹麻烦 假如我身体不能自理了 需要用钱用人的的时候 我会提前委托小儿子儿媳 为我办理有关事宜 同时 我也为小儿子一家 单独存下一笔钱 算作我给他的回报补贴 这些我也在信中写清楚 我个人认为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既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会给孩子带来麻烦 有些老年人可能会觉得 这样会含了子女的心 但老年人还是要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作为父母 我们不能总是什么都棒 为自己打算最重要 我不想早早把养老钱交给孩子保管 不然真的很可能落得一无所有 老年人还是多为自己考虑为好 毕竟这个年纪 最重要的是自己舒适 秦大爷的故事就到这里 老人的积蓄保管问题一直是很重要的 把积蓄交给谁保管 放在哪里保管 一定要事先安排妥当 毕竟老人的积蓄就是晚年的保障 处理不好 就会大大影响晚年生活质量 由于老人是个特殊群体 容易生病容易往事 自己保管钱财始终没有年轻人好的 所以老人在身体日渐衰弱的时候 要找个孝顺的子女来保管积蓄 这样才能更安全更妥当地保住这笔钱 而真到了需要急用钱的时候 也方便领取 关于把钱交给谁来保管好 秦大爷的做法 虽然方法繁琐了点 还是值得借鉴的 至少能把钱安排得安全又放心 而且还不会影响子女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订阅